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今天的NBA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而西部季后赛争夺者悬念丛生 乱成一锅粥 开拓者以119比120不低76人 恩比德完成绝杀 里拉的表现出色 但运气不太好 蓝王124比123险胜森林郎 同样也是西部季后赛争夺者西败 决进队以120比128不低马次队 罕见遭遇二连败 不过还是稳居西部第一 从目前的西部格局来看 未免冠军勇士遭遇三连败 已经开始掉队 而胡人逆转猛龙豪取三连胜 就快要冲进西部前八了 甚至有机会拿到 止通季后赛的名额 而目前除了绝金 灰熊 国王等三支球队比较稳定外 其他十支西部强队 都在争夺季后赛五个名额 非常激烈 作为西部最热门的两支球队 首先胡人取得三连胜 胡人在今天的比赛中 以122比112逆转猛龙 第三节 猛龙队哄出28到15打爆胡人 但到了第四节 拉塞尔和李富斯 史罗德等外线球员纷纷发力 带领胡人打出37到22 彻底锁定胜局 胡人队已经彻底蜕变了 虽然不能说是争惯热门 但如果胡人队进入近后赛 哪支球队敢在首轮和胡人碰一碰 胡人能赢下本场比赛 哈姆功不可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抓住了主要矛盾 猛龙是常人如临的球队没错 但整体速度对不上胡人 上一场输给快船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其实一开始胡人还打算匹配猛龙的高度 结果发现很吃亏 都以为走进死胡同的时候 哈姆一招便让局势留案花名又一分 哈姆拿出了他最擅长的三后卫阵容 以前哈姆打三后卫是颇不得已 现在打三后卫则是针对性的调整 三后卫的威力大家也都看到了 让猛龙相当的难受 也成为了比赛真正的转折点 要说农眉这场比赛的表现 其实还是受困于猛龙常人阵了 进攻端农眉轻松出手的机会几乎没有 全场只出手七次 总共拿到了八分 要知道农眉此前是三十加二十的主 这场却没有这么棒的发挥 农眉进攻端受挫 但他变成了高级篮领 用防守来影响比赛 农眉全场比赛送出四次封盖 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没有詹姆斯 农眉还没打开 胡人也能赢球 那就要靠其余角色球员了 八寸垒在进攻端很强硬 拿到十六分 范德比尔特也是如此 拿到十六分 这两人基本上分担了农眉的进攻 农眉花水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夸夸这帮小后卫 尤其是拉塞尔 拉塞尔本场比赛可以说是 胡人版本的库里 各种英雄三分球 一级稳健的中距离和潇洒的上篮 全场比赛拉塞尔贡献28分的同时 还有九次助攻贡献 不得不说 胡人这笔交易太值了 拉塞尔也来对了地方 另外里夫斯这位小伙 逆转就是从他那边开始的 全场比赛里夫斯18分5助攻 简直不能太香了 当然了 打踢补的施罗德也很稳健 23分7助攻也很猛 所以大家以后不要再小看三后卫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三后卫 目前胡人队以33胜34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九 在一场胜率就达到五成 要知道在全明星赛前 胡人队还在第13左右徘徊 翻开下目前西部的格局 独行侠和勇士都是34胜33负的战绩 排名西部第六和第七 但他们位置并不稳固 除了三连郎仅仅落后0.5个胜场的差距之外 胡人已经追了上来 他们这一波三连胜 和勇士的三连败形成鲜明对比 此小比掌之下 胡人已经逐渐逼近勇士 胡人主帅哈姆在全明星结束之后 曾经说过自己和球队的目标都是冲击西部前六 这样可以避免打残酷的附加赛 当时胡人位居西部第13名 很多人都将哈姆的话当作笑话 不过胡人强势崛起 西部前六真的有希望 如果胡人队真的拿到2023年的NBA总冠军 这可能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总冠军了 另外勇士队这段时间陷入麻烦 最让人无奈的是库里已经复出 但勇士三战全败 而且在竞争季后赛名额的紧要关头 勇士队掉链子了 目前勇士队以34胜33负排在西部第七 排名已经被独行侠队超越 而且只领先西部第八的森林郎0.5个胜场 如果不能进入西部前六 勇士队很可能要打附加赛了 从现在这支球队的状态来看 几乎没有争冠的希望 可能在为金斯回归后可能会有起色 二一到二二赛季 勇士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夺冠 库里拿到生涯第四座总冠军奖杯 而勇士队的阵容并没有明显变化 如今却一落千丈 归根究底还是防守变弱了 虽然小佩队回归 但因为手上一直没能出场 追梦格林的一动脚步也不像巅峰期那样迅速 勇士队需要先考虑争夺季后赛的问题 如果不能出地反弹 一旦参加附加赛的话 一场定胜负 勇士队甚至可能无缘参加季后赛 勇士现在的痛点是 他们缺少后卫线和风线上最强的两个防守点 小佩队以及维金斯 一个是阴生未孕 一个是被家庭原因所牵绊 但是所有人都清楚最坏的情况 他们在季后赛开始前肯定都会回来 这对勇士的防守端提升将势质的改变 当然不管是五连胜期间还是眼前的三连败 勇士都经历了开局大笔分落后的局面 原因很多除了上面提到的防守外 也与科尔不断地调配先发阵容有关 但是作为四冠教头 科尔必须明白 他真的不能再试验四后卫阵容了 卢尼虽然自主进攻能力有限 但是卡位 强板还是有一手的 再要他面对对方强力内线 还是勉强可以抵挡一下的 科尔真的不能再把防守内线的重任 全部寄托在33岁的追梦身上了 他即便真的够强硬 他也弥补不了年龄和身高带来的硬伤 此外对于普尔的使用 科尔应该很下心来将他作为球队的第六人去用 手里竟是上赛季季后赛明确的 同时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即便本赛季普尔首发和替补的效率有非常大的差距 但毕竟身高1米93的他实在是球队场上的漏勺 再要他还是喜欢有球在手 所以不如尽可能地错开他和库里的使用时间 而不是一股脑袋将两人都放在场上 当然今年勇士现实一点的目标应该是 努力打进季后赛第二轮 从目前西部的排名来看 西部的绝进 灰熊和国王这三支顶级强队战绩稳定 进入季后赛没太大悬念 西部第三的灰熊领先 西部第六的独行侠六个胜场 常规赛还有15场比赛结束 几乎没有跌出季后赛的可能了 除非球队故意输球 而火箭和马刺是雨滥球队 不用考虑这两支队伍肯定无缘附加赛 接下来就是西部第四至13位的十支球队 将会争夺其余五个季后赛名额 太阳队目前排在西部第四 但杜兰特受伤缺席至少三周 可能要季后赛前才能复出 太阳队拿到季后赛名额的可能性很大 但并不稳定 毕竟只领先独行侠队3.5个胜场 而快船 独行侠 勇士这三支西部热门球队 都有实力直接进入季后赛 但肯定会有球队调队 何况 湖人队也虎视眈眈 看起来很有希望拿到直通季后赛的名额 其他球队像绝世 踢湖 开拓者 雷霆 森林郎等 正在竞争附加赛名额 也同样还有进入季后赛的机会 当然照这个局势进行下去 勇士就算以西部第七或第八进入季后赛 也不那么好打 虽然首轮无论是面对国王还是灰雄 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里 经验和超级球星的加成都是常规赛无法相提并论的 而国王核心阵容季后赛经验匮乏 却福克斯和小赛严格意义上来说 算不得超级球星 至于灰雄 上赛季勇士已经赢过一轮了 且莫兰特即便能够回归 他的状态 心态是何情况也未可知 在有就是那时候勇士的阵中 必定会有伟金斯和小配顿的身影 但是就算进入第二轮 那等待他们的基本上不是绝金就是太阳 而于目前的情况来看 在内线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勇士想要赢下他们任何意志都是非常困难的 更何况他们还没有主场优势 内线薄弱是勇士自2015年夺冠时就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为何当年他们用帮眼签去赌怀斯曼的主要原因 当然进入季后赛第二轮哪怕被淘汰 只要不是4比0 4比1这样的大比分输掉系列赛 勇士的球迷也是能够接受的 这要归结于去年他们已经夺冠 且库里已经拿到了FMVP 金门赛季常规赛至今的表现 勇士实在是不具备未免的实力 或许看到库里和汤神能够健健康康的上场打球 勇士球迷们已经很知足了